哈喽大家好我是酷子 大家好我是道道是酷子的爸爸 你小子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今天咱们依旧来挑战生存 只不过装了个使用工作台就会着火的数据包 怕说你知道MC这款游戏面试多久了吗 不知道 MC的工作台自2009年开始就开始了被奴隶的一生 默默无恩的被玩家所蹂躏 工作台这么老实的东西自然不会有啥意见 但玩家频频将其抛弃在各种场所 如今工作台要开始反击了 我去不就一个破数据包吗 还被你抢出史诗感 这不是数据包作者的设定吗 话不多说开始挑战吧 知道为什么你获得不了美少女的青睐吗 想支付还是得先露数 到时候就能引起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那你为什么还是单身 这其中的秘密我只能说多说无意 懂得自然都懂 不多逼逼了 工作台做好了 这咋还起火来了 我算是感受到工作台的愤怒了 但是只要在水中使用 这我不就烧不起来了吗 脑子挺灵光的呀 书没白读啊 爸爸我很高兴 不过滚 既然每次点击工作台都会受到真实伤害 不如一次性遭精量多的东西 这样就能更少的使用到工作台了 在这个模式下 时不时的扣血非常烦人 准备足够多的食物也很重要 还是得造个熔炉出来 哎 手抽了 直接被烧死了 使用工作台前还是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血量 没个半血的话必死 像是四个手工完全能制作的东西 就不用劳架这个坑爹的工作台了 这咋直接就下起了雨 这回用工作台 威胁系数就小了很多 至少不会受到后续的烧伤附加伤害了 准备的差不多了 我们去挖个矿吧 哎哎哎 一不小心碰到的岩枪 看样子今天是和火过不去了 再造把铁搞吧 岩枪周围的岩石中 像来都蕴含着惊喜 亦或者是惊吓 我丢 没被工作台烧死 即为这坑爹玩意弹飞了 这是够倒霉的 本大爷今天不挖的钻石势不罢休 天晴了 雨停了 你又觉得你行了 这次运气相当好 直接就在表面碰到钻石 但这未免也太抠了点了 我发现了这个数据棒的一个特性 只要站在它上面 就不会触发伤害和杀伤 这杀力咱也掉下来 挑战成功 特性也算是意外收获 那么时间不早了 我是裤子 希望的视频不妨点 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